资深本土艺人病逝,享年66岁,生前一书被曝光,竟交代佳人,粉丝不舍被崩。 资深本土艺人病逝,享年66岁,生前一书被曝光,竟交代佳人,粉丝不舍被崩。 资深艺人陈丽丽与2017年3月14日9点12分因突发性脑溢血过世,享受66岁。 陈丽丽当年因反串江南游的小狼野一脚红遍台湾,她曾在1981年入围巾中将最佳女演员,经典作品《江南游》、《大夜熊风》、《烟雨江南》、《七世姻缘》等具让观众印象深刻。 那位完全确sem! 陈丽丽的妹妹表示,子子昨日清晨,因寒流来洗二度中风 , 血压即便超过200多,宋万芳医院急诊继续,最后没有痛苦地离开。 事实上,陈丽丽自2004年就传出出血性脑中风,四年前又因肌肉萎缩不能行走,住进疗养院,但她生前不忌口,不复健,另家人十分担心 陈丽丽的包妹陈丽华透露,我子过去不太忌口,鸡皮,猪皮都吃,不忌口又不复健,个性很自在 根本不怕死,所以身体渐渐退化 陈丽华说,陈丽丽对生死看很透彻,生前有交代,不及酒,不妻妾,不办告别事 因此家人遵照其遗愿,但仍开放亲友到佛光山道场上相送她一程 据了解,陈丽丽上周还出门与亲友聚餐,当时气色相当好,如今看来音饰回光返照 陈丽丽是星云法师和圣言法师徒弟 他曾被传邦失智 五年前公开会见大宝法王时 还当众大喊 我没失智 如今逝世 法谷山和佛光山师父们特别为他订佛八小时 再见了 大家心中永远的小王爷 潇洒 自在走来人间一回 一路好走 欢迎投稿 爆料或者吐槽 加入我们群组不要爆料 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 我们会有专门记者 帮你编辑成为文章 发布到我们网站